台长告诉你们 道人间要学会吃两样东西 一个要学会吃亏 还有一个要学会吃苦 你就能平安的过一生啊 真正的学佛人 自己想要幸福 先要让别人幸福 自己想要做菩萨 先要帮助别人成菩萨 你一定就会成菩萨 这就是我们学佛人的心态 台长告诉大家 人生要具有三种品德 三种道德 三种品德 第一是学会认错 第二要柔和对人 第三要学会放下 人要有三种道德 第一 第一 叫三德 这什么三德呢 第一要成德 助气 要成德助气 第二 要弯得下 要第三 要抬得起头 我们 我们 人境界的提高 会让你变得谨慎说话 办不到的事情 和那些 自己没有把握的事情 如果你不说 别人 不会觉得你很虚 如果你随便说出来 你会让别人感受到你是一个不值得信任的人 我们人长的两个眼睛 为什么要平行的呢 就是让我们不要看人有高低 要平等心来看人 所以两个眼睛是平等的 我们人 为什么有两个耳朵 而且要一边一个 就是叫你 不管要听正面的 你负面的也要听 就是让你懂得两个耳朵 要听听好的 也要听听对自己不好的话 为什么 要用两个耳朵 一个嘴巴呢 就是叫你 多听少说呀 多听少说呀 什么風影